刀不會殺人 是持刀的瘋子才會殺人啦! 一名帶著星際大戰面具男子 拿刀闖入學校 展開大屠殺 引發各界對於槍械法的討論 左派覺得男子持槍的話 會更多人上命 右派覺得只要精神異常或本身最有意圖的 都能成為殺人狂 那是不是買刀也要先調查你的背景啊 刀當然可以用來打獵 但有需要那麼大一把嗎? 還是我們將所有尖銳的東西都變成違法 乾脆用湯匙吃牛排好了 站在右派的立場俠 他們或許認為如果老師有具備自己的刀 那就可以阻止這瑞典殺手啊 要知道假如持刀成違法 那就將會是只有不守法的壞蛋才會持刀吧 自古以來 唯有拿刀的正義使者才有辦法對抗拿刀的壞蛋啊 如果說這些兇犯都有精神病 那是否只要是精神病患者 都有可能變成兇犯呢? 還是我們多花點時間了解這些人內心的想法 或許也能將他們脫離黑暗 引向光芒呢? 中文字幕了解 好